狐妖小红娘又火了 大秘密的涂山红红终于来了 杨幂主演的新剧《狐妖小红娘》 月红片将在5月25日爱奇艺平台迎来它的首播了 这部剧不仅是2024年中引人众目的一部现象级作品 还因为它融合了奇幻与喜剧的元素 让无数剧迷引颈期盼 从开拍到杀青 该剧一直备受关注 回想去年12月 当预告首次亮相时 就有超过300万的观众迅速通过各种管道预约 表达了对这部剧浓厚的兴趣和期待 显然这部剧已经成为今年最受瞩目的电视剧之一 在这部剧中 杨幂与龚俊这对一目情侣首次联手出演 两位演技精湛的演员的合作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几分看点 导演麦冠之和杜琳 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为该剧天才 他们联手指导这部剧 让人充满期待 他们会如何将这个既神秘又浪漫的妖族异世界 转化为一幅幅栩栩栩如生的画面 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每一部的制作进展都牵动了无数粉丝的心 从而让这部剧成为了一个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 粉丝们对于能再次在荧幕上看到杨幂的精彩表演 感到无比兴奋 尤其是杨幂与龚俊之间的化学反应 被普遍预测将成为这部剧的亮点之一 他们之间的互动和演技交锋 预计会带来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 让观众们感受到角色之间深刻而细腻的情感联系 随着首播日期一天天接近 不仅粉丝们的期待在升温 各大媒体也对这部剧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 预告片和宣传材料的发布 进一步加剧了大众的期待 使得大家都急切地想要尽早看到整部剧的展现 讨论论坛和社交媒体上 充斥着对剧情的猜测和对演员表现的讨论 大家都在翘首以待 想要一睹这部剧的风采 狐妖小红娘 月红篇的剧本 建立在一部已经拥有庞大粉丝群 和极高口碑的原著小说基础之上 这部原著不仅编织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还巧妙地融入了成长与冒险的元素 使得故事层次丰富 情感深刻 原著的魅力不止于此 其改编的2016年剧场版动画 在豆瓣上的评价高达9.3分 就足以证明其文艺和娱乐价值的双重成功 电视剧版在尽量保持对原著的忠实度的同时 也根据电视剧的叙事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这些改动在更好的适应电视剧节奏的同时 满足现代观众的观看习惯和口味 某些情节可能被加速 以保持剧情的紧凑 或者某些角色的背景和动机可能被进一步展开 以增加情感的深度和复杂性 导演麦冠之和杜琳的加入为这部剧的制作品质提供了额外的保障 两位导演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艺术视角 他们的合作预计将会把原著中的世界观和情感精准而生动地转化到大荧幕上 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和对故事的深入理解 无疑将帮助这部剧成为一部视觉和情感上都令人满意的作品 狐妖小红娘 月红片将观众带入一个梦幻般的奇幻世界 其中妖族与人类共存 相互依赖 在这个世界中 杨幂饰演的角色涂山红红是涂山狐族的领袖 一个极具爱心与责任感的角色 她不仅是族人的领导者 还是桥梁 连接妖怪和人类世界 帮助他们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 这些深情的联系增强了守护妖族生存的苦情术的力量 保障了妖族社区的安全与和平 然而 随着黑狐势力的崛起 苦情术 这个和平的象征和妖族力量的源泉 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这一危急时刻 涂山红红与东方家的东方月初联手 他们的合作不仅是力量的结合 也是两个家族 两种文化的融合 他们共同面对挑战 保护着这棵重要的苦情术 确保妖族与人类的和谐共处 对于杨幂的粉丝而言 她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扮演的白浅 素素 丝因这一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显露出她身后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 令人难忘 而这一次 她再次扮演的狐妖角色 无疑将再一次展示她的身后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这次她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片》中的演出 预计将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粉丝们对这部新剧充满期待 相信杨幂将再次用她的表演征服观众 让这部剧成为不容错过的视觉艺术家作 真是让人兴奋不已啊 期待已久的新作绝对不容错过 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啊 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片》中 《新晋小生》龚俊饰演的男主角东方月初 一角色让她再次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龚俊自从在《山河令》中以温客行一角大放异彩 展示出她的身后演技后 便迅速在娱乐圈中展露头角 她的表演不仅技巧高超 对角色的理解也显示出一种透彻与细腻 曾经将温客行的复杂情感和独特性格 展现得淋漓尽致 既疯狂又洒脱 在这部新剧中 她的角色《东方月初》是东方家族的杰出后代 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的年轻妖族领袖 这个角色复杂且富有层次 不仅要表现出领袖的果断和力量 还要展示出对家族和爱情的深厚情感 龚俊以其略带腼腆的帅气外表和丰富的情感表达 为角色增添了几分魅力和可信度 使《东方月初》这一形象更加立体和引人入胜 龚俊的粉丝和广大观众都期待她在《狐妖小红娘》 《月红》片中的表现 相信她能够再次用自己的演技 让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 充满层次感的角色 随着剧集的上映 观众将有机会看到 龚俊如何再次用她的才华和魅力 捕捉和呈现出《东方月初》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 在《狐妖小红娘》《月红天》中 尽管龚俊饰演的《东方月初》 与动漫原作中的形象有着显著差异 观众对她的表现仍抱有极高的期待 预告片已经展示了 她华丽的服装和英俊的外形 加上她那能够说话的眼睛 似乎在无声中透露着剧情的秘密 和即将到来的精彩瞬间 这无疑增加了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好奇和期待 剧中《涂山红红》不仅是涂山胡族的领袖 也是一个情感丰富 具备智慧和勇气的人物 她的领导力和情感深度 让她成为一个复杂而魅力四射的角色 而《东方月初》则呈现为一个 充满正义感的年轻领袖 她的正直和勇敢为剧情增添了不少动力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协同合作 成为整个剧情的核心 观众们特别期待看到他们如何合作 克服种族和文化的障碍 共同支救这段跨越界限的深情故事 在抵抗邪恶力量的过程中 《东方月初》和《涂山红红》 不仅面临外界的威胁 他们的内心世界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成长 通过这些磨难 他们之间的信任和爱情得以深化 从而为观众展示了一段 既刺激又感人的情感旅程 这种角色之间的深层次互动和情感发展 丰富了剧情 也让这部剧成为一个探讨爱情 勇气与牺牲的深刻作品 除了主角之外 这部剧的配角也表现得不逊色 他们的出色表现为整部剧增添了许多光彩 特别是郭小婷饰演的《涂山雅雅》 这个角色充满活力 聪明而伶俐 完美地展现了角色的灵动和智慧 成为了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涂山雅雅》在剧中经常出现在关键时刻 帮助主角红红解决问题 她机智的举动和及时的帮助 让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同时 她的幽默感也为这部剧的气氛 增添了不少轻松和欢乐的元素 郭小婷的演技表现得格外自然和流畅 她不仅把角色的机智和活泼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能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合适的肢体语言 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智慧和魅力 她在剧中的每一次出场 都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期待 使得这个角色成为了观众心中的亮点之一 这样的表演丰富了剧情的层次 也让角色与众不同 令人难忘 而魏哲明、胡连心和温真荣等人在剧中的表现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魏哲明扮演的奥来国三少 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神秘感的角色 她的独特个性和复杂的情感纠葛 为剧情增加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元素 胡连心饰演的涂山荣荣 则是一个温柔而坚强的女性狐妖 她深刻的情感故事和对家族责任的坚守 让她的角色显得格外立体同时 温真荣饰演的时机带有一种独立和不屈的精神 她的角色背景和成长过程 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的深度和感情色彩 时机的坚韧不拔和对正义的执着 使她成为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和备受赞赏的角色 这些角色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 增强了剧集的层次感 还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多彩而深刻的意识节 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们独特的故事和情感旅程 这些故事线彼此交叉 相互影响 让整个剧集充满了动态和色彩 这部剧无疑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每个角色的发展和变化都充满了期待和惊喜 根据最近公布的预告片和剧照来看 这部剧在视觉效果和服装设计方面做得非常精致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精美的服装和画面构成了一场即将到来的视觉盛宴 让人不禁对5月25日的首播充满期待 届时我们将有机会判断 这部剧是否能够成为2024年备受瞩目的惊喜之作 最后很好奇大家对这部剧的哪位角色最感兴趣呢 是端庄高贵魅力四射的涂山红红 还是那位神秘莫测总是令人捉摸不透的东方月初 或者你们对其他角色有更多的期待 让我们看看那位角色人气最高 快来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和期待吧 是端庄高贵魅力四射的涂山红红